这里是寻宝人的天堂 在这里你可以拍卖到无人认领 或者付不起租金 放弃所有权的集装箱 整的好一页报复不是梦 整不好只能组队上天台 据光头墙介绍 这是一个来自巴厘岛的集装箱 因为付不起租金 而被拿出来公开拍卖 箱门一打开 好家伙 春天的气息啊 映入眼帘的是原亮色的绿石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而黑炭兄弟眼见的发现 里面似乎还有些家具 只不定能开出大宝贝 观察结束拍卖开始 起拍价5000美刀 黑炭兄弟直接double加价 现场的大宝兵们一个个如棱似虎 价格一路高涨到16500美刀 大胖立马化身胶屎棍跳出来加价 结果三两下就被黑炭兄弟打败了 最终黑炭兄弟出价2200美刀 成功拍下集装箱 两兄弟迫不及待开始自己的寻宝时刻 果不其然几张红物家具被搬了出来 该说不说 两兄弟这眼力见属实好使啊 再加上充满春天气息的盆呆 满打满算大几千 每头完全没压力 然而这还不足以回本 黑炭兄弟还能开出价值不菲的大宝贝吗 一顿暴风寻宝后 黑炭兄弟在文件柜里发现了一个伤了锁的包包 这要是开出支票那不得起飞 两人找到钥匙后将包包打开 好家伙 支票没有 倒是发现一堆额度300块的旅行敌用卷 整整25张 这一转手又是小七千美刀的收入 加上前面开到的家具盆栽 黑炭兄弟这一波不仅没赚钱 还血亏8000多美刀 而要说刺激 接下来这个集装箱才叫真的刺激 箱门一打开 现场的大聪明就看萌了 里面竟然全是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专业设备 眼尖的老马立马发现 这些装备不简单 随便一转手呢 都是起飞的节奏 今天必须拿捏了 另一边三兄弟也发现了端倪 在箱子的尾部 还有一个遮盖了防水部的大宝贝 看着形状很有可能是车子 随便开出个老爷车啥的 今天直接自由飞翔了 观察结束拍卖开始 起拍价一万三千美刀 该说不说 这个起拍价属实厉害 现场的气氛直接被点燃了 价格持续不断飙升 三兄弟这下已上头了 直接将价格干到三万五千美刀 狡猾老马突然化身成咬金 杀出来补了一刀 最终三兄弟以四万美刀的高价 成功拍下集装箱 拍卖结束 三兄弟开始寻宝时刻 一箱箱装满专业设备的工具箱 而且都是高级货 满打满算加起来 至少能卖个三万美刀 看来三兄弟今天自由飞翔 完全没问题了 接下来就看后面的大宝贝 能带来什么惊喜了 老大一口气掀开防水部 三人瞬间愣住了 果不其然 里面竟然是一辆大众的老爷车 车上还搭载了专业的氮气瓶 和涡轮增压器 驾驶室里更是配套了运动座椅 很显然这是一辆专业改装车 随便一个转手 又是小两万美刀的收入 三兄弟这波直接原地自由飞翔 扣掉四万美刀成板 还能净赚一万美刀 该说不说三兄弟今天属实 全是了一把胆大心系 手气最佳无疑了